当地时间10月2日 坎贝尔在出席美国智库卡内基 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一场视频活动时 再次在中东问题上强扯中国 声称中国在中东影响力增强 却不愿跟美国合作 据南华早报报道和现场视频 坎贝尔在活动上宣称 中国在中东地区发挥着巨大作用 且影响力正在增强 美国一直寻求与中国合作的可能性 鸿海局势紧张之际 拜登政府认为 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据坎贝尔所说 胡塞武装的袭击是对全球稳定的重大威胁 而中国有大量船只经过这一水域 因此美国联系了中方 希望中方可以像上世纪90年代 中美合作打击海盗一样 利用其在吉布提的舰队 我们原以为中国会答应合作 坎贝尔随后揣测说 但我们意识到 中国试图做的不是加入任何形式的国际海军联盟 而是采取行动直接与胡塞武装沟通 看这些是我们的船只 那些不是我们的船只 你们要分辨清楚 他声称 中方这一方法极其无用 对于鸿海局势 中方已多次表明立场 今年3月 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建指出 鸿海水域是重要的国际货物和能源贸易通道 中方呼吁有关各方 依法共同维护鸿海水域航道安全 同时应切实尊重鸿海沿岸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中方将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 为早日恢复鸿海和平安宁做出贡献 随着美国总统拜登任期即将结束 作为拜登政府印太战略 主要设计师 坎贝尔在当年简化中试图诋毁中国与全球南方的合作 同时为美国政策找补 他承认中方在推动其一带一路倡议方面 做得很好 但同时声称 美国也加紧了步伐 但在宣传方面输给了中国 最后他依旧老调重谈 把侵略性挑战性等词汇强加给中国 同时将美国描绘成为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声称几乎每个与我们合作的国家 都希望看到更多美国的领导地位 而不是更少 8月28日 林健在回复相关提问时指出 支持非洲发展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 作为全球南方的天然成员 中国从不追求赢得全球南方 而是致力于支持包括非洲等全球南方伙伴 真正实现发展振兴 中国也不在非洲搞地缘政治博弈 而是乐见各国共同为非洲的发展 做出实质的贡献 我们下转的责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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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意